三坨台风它的台风叶 台风叶是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 这代表什么讯息呢 这代表了就是三坨台风 它的强度是持续在减弱当中 甚至到登陆之前 中央气象署也说了 不排除它就是 一个比较弱的中度台风 或者是一个轻度台风来登陆 而这样的累积降雨相当的多 所以大家千万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尤其以今天来说 累积的速度相当的惊人 我们可以看到 以今天一整天到现在 几乎13个小时的时间 在台东的津峰 就已经下了564毫米 从今天一直到礼拜五 几乎都是整个三坨台风 影响台湾风跟雨的时间 我们就先透过雷达回波图 来告诉大家几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就称如 刚刚金银所讲的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整个三坨台风 它本身的环流雨带 现在已经碰触到南高平地区了 所以之前南高平地区的降雨 事实上在之前 都是属于间歇性的 但是一旦环流雨带碰触了之后 接下来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了 不管风跟雨的话 就会开始增强 而这样的增强就会 慢慢的持续下去 甚至越晚整个风跟雨的情况 就会越来越大 甚至到了半夜之后 它的整个风雨就会逐渐的加剧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台东 还有恒春半岛这边 则是受到它外围环流雨带的影响 今天来说的话 其实整个降雨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非常的大 甚至局部已经 今天光是一天累积下来 都已经达到了超大豪雨的标准了 还有一个讯息要透过这张雷达回波图 来传达给大家的 就是当你仔细的来看一下 三坨颱风它的这个颱风眼 颱风中心 然后你会发现它的颱风眼 是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 这代表什么讯息呢 这代表了就是整个三坨颱风 它的强度是持续在减弱当中 没有错 从昨天的下午半天 一直到昨天晚上 甚至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三坨颱风它的威力 是不断的在减弱当中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北边有干空气下来 再加上它的暴风圈 也接触到台湾的地形 那么因此它从原本 一个强烈台风 在今天两点差不多 凌晨两点左右 就减弱成一个中度台风 而因为北边还是持续有干空气 所以它的台风威力 还会持续的在减弱 当然甚至到登陆之前 中央气象署也说了 不排除它就是一个比较弱的 中度台风或者是一个 轻度台风来登陆 但这后续都还要再做观察 那么另外从降雨的部分 我们也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到目前为止累积了多少的降雨 很多地方感受不到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外面 还出了大太阳 很多人还说白放了一天台风假 可是放台风假的意义是在于 大家要趁这个时间 来做好防灾防雨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三坨台风 从这个礼拜天到现在 四天的累积下来 主要的降雨还是在东半部 尤其是在台东跟屏东 因此像现在累积最多 你可以看到四天下来 台东京风累积雨量 已经突破了一千毫米 来到了一千零六十三毫米了 那么屏东春日四天累积下来 也有八百三十一毫米 甚至在花莲卓西 也有四百七十六毫米 而这样的累积降雨相当的多 所以大家千万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尤其以今天来说 累积的速度相当的惊人 我们可以看到 以今天一整天到现在 几乎十三个小时的时间 在台东的京风 就已经下了五百六十四毫米 那么也就是说 四天跟今天的累积 几乎这四天的累积 有一半就在今天 半天的时间所累积下来了 可想而知 在很多地方出大太阳的同时 台东这边的雨有多大 有多强 那么在屏东春日这边 也有两百六十七毫米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因为一直以来 三坨额台风它的速度 其实真的走得非常的慢 甚至这中间 还有原地滞留的情况 因此整个影响台湾 风跟雨的时间 真的也整个拉长了 从今天一直到礼拜五 几乎都是整个三坨额台风 影响台湾风跟雨的时间 那么登陆的时间点 我们现在滚动式的调整 要来告诉大家 现在最新的资料看起来 三坨额台风它的中心登陆 会落在明天清晨这一段时间 那么会不会再有变化 当然不排除还是会有变化 那我们随时滚动的 来为大家做报道 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在明天清晨这一段时间 来登陆 一登陆之后 事实上很快 当然会受到台湾地形的破坏 所以不排除很快 它就有机会减弱 成为一个轻度台风 这个时候差不多落在 礼拜五凌晨左右 整个暴风圈的范围 还是笼罩在台湾范围最多的 但是在持续往北走 那么你可以看到 其实很快就会又减弱 成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所以整个路径上的调整 现在在这个西南部 也就是南部地区登陆之后 它就会沿着台湾的 西半部的平原来北上 然后在台湾上头来瓦解 所以如果以强降雨的话 我们要特别提醒 这一次山陀额台风 接下来强降雨 有几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一个就是在台湾的东半部 尤其在高平地区 以及高平的山区 不排除在今天 当然就有600毫米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雨量 那么从明天一直到礼拜五的话 整个雨还是会不断 尤其最多还是在东半部 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花莲 还有中南部山区 也不排除会有600毫米以上 这样的一个降雨 那么因此从接下来 下一张图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上半天很多地方 可能都还是时情时雨 不过从一开始 孰立就讲了 现在在整个西南部地区 因为已经开始受到 环流雨带的影响 所以从下半天开始 下午到傍晚 尤其整个转南风之后 整个南部地区的风跟雨 就会明显增强 那么整个东半部的降雨 会从台东甚至延伸到花莲 明天中心通过之后 整个南部的雨跟风 就会明显的小下来 但是东半部还有中南部 山区的豪大雨 甚至强降雨还是会持续 甚至北部地区来看的话 因为接下来有凉空气 冷空气 还有强劲的东北风 也会因为台风的环流而加强 那么北部的降雨 也会明显增加 无论如何 因为接下来台风 整个路径变数还很大 当然也会随时影响 各个区域降雨的情况 我们到时候随时为大家做报道 有两个人不顾 一波波的大浪跑到了海边玩立场 滑出去的立场立即被大浪打翻 人掉入海中立场被冲回岸边 随后落海的人也努力挣扎游回岸边 整个过程简直是在玩命 管理处也在各个相关的水域平台播出 请各位业者教练们暂时在台湾期间 误从事水域游戏活动 而消防署也指出 在划定紧接区域之后 民众如果未经核准进入 可以依违反灾害防救法 处5到25万元的罚环 而到了周二小琉球的风浪更大了 在孩子口渔港这边大浪一波波的打过堤防 海边关浪的民众也被打来的浪下到往后退 整个渔港被上涨的海水淹没 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小琉球居民骑上环岛公路 路上全部是被打上来的漂流木 还有各种碎石 期间竟然还出现这么一颗大石块 在路中看得令人心惊 厚实群家这边大家要来说要小心 现在马路已经被一些漂流木 有住 未来有些都坏掉了 可是昨天风雨太大了 昨天晚上开始风跟雨又开始 然后那个草皮也被吹起来了 跟眼都坏掉了 而小琉球的民宿工作人员 也感受到台风的威力了 小琉球的居民担心强劲的风力 和大浪带来灾害 远离海边做好防台才能减少损失 东森新闻 于家雄在评论报道 由于山陀儿的威力还在减弱 不过它要抵达台湾之前 仍然是中度台风的等级 但中度台风大家怕 行进速度慢大家更怕 现在这个影响是否会再继续往后推延呢 好 佳环带你掌握 的确这样的山陀儿台风 真的是从过去到现在预报 好像每一次都不太照这剧本走 主要它是这个秋天的台风 在预测上还有路径的判断上面 往往都存在的一定的变数跟不确定性 而且刚刚佳环也提到说 现在它的速度好像似乎特别慢 我们从过去六个小时的卫星雷达 你就会看到它几乎等于是在归宿 像是在原地打转 而且因为受到北方的干空气影响 所以过去几个小时 它又再度减落了 所以说它登陆时间往后延 气象鼠甚至不排除说 它到时候登陆的时候 可能会落在这中台 甚至不排除 有可能会是轻台的状态来登陆 但是它对于台湾带来的降雨 依旧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它这回走得这么慢 本来是因为预估接下来 在上空的高压会有一个高空朝线 有个拉力把它拉上去 但是现在看起来没有了 也就是说拉不到它了 所以它现在除了原地滞留之外 靠自己的转自转之外 接下来就要看它的路径 到底要怎么样转过来了 而且您看到 其实因为江南地区地势 是相对平坦的 所以说它在往台湾靠近的过程当中 这样一个新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恐怕感受的风雨是首当其冲 我们从最新的这警报单带您掌握 最新引爆的趋势究竟如何 您看到目前已经是中台的山陀儿 跟昨天来比它的路径上 其实过去的路径差异不大 但是它接下来的登陆点 恐怕还有变数 就要看它接下来到底会如何了 而且您昨天应该还记得说 本来预估它会过这个中央山脉 但是现在看起来恐怕比较大的可能 会朝着这西部平原这边 那么撞上了这中央山脉之后 其实它整个结构也会开始减落 那么滞留时间拉得这么长 那么接下来登陆的时间 也延到明天早上的8点 那么从影响时序来看到 您更加明显清楚来看到 它的暴风圈 笼罩范围 以及对台湾的影响 本来昨天晚上在气象预报上面 我们还说其实它登陆的时间 应该会落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8点左右 可是您看到一觉醒来完全不一样了 它的中心登陆时间往后延的 变成明天的8点 所以说当它登陆的时候 您看到这个圈圈 到时候登陆的时候 其实几乎整个台湾 也在它的暴风圈当中了 那么明天才登陆的话 它的影响时程势必拉长 而且要留意 那时候撞上陆地之后 它持续在台湾上空打转 而且接下来持续减落 变成一个轻度台风 而且最后在礼拜五的时候 还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所以说您看到它逐渐减落的过程 观众朋友也千万不能高兴太早 因为带来的风雨影响 依旧很有可能会为台湾 带来灾情 嘉婉 的确再度提醒 包括了迦南和高频的民众 都要特别留意这一颗热带水果 真的它非常的特殊 造成了可能连二台风架 或是甚至有可能会连三台风架 那么从气象的角度来看看 怎么解析这颗山陀儿台风 好 嘉婉我们来看到 其实这一次 大家还是不能忽视 它依旧可能会是一个 创南部最强登陆的台风 那么大家很关心的这台风架 受到它现在这个情境的路径 变得这么慢 影响时程也拉得这么长 浅试预测图您可以明显看到 跟过去几天的报道都不太一样了 本来在明天八点才登陆之后 您看到礼拜五 礼拜六 但是您看到这样的图示 恐怕也不要以为说 会一路放下去 因为其实在黄色底这个范围当中 代表这样的一个山陀儿 它路径还存在了一些不确定性 不过现在看起来它持续的在削弱当中 离我们的越来越近 但是一旦撞上来这新南部地区 明早八点核心登陆之后 中心位置依旧会出现 14到16级的狂风 沿海更要留意 刚好今天是大潮 所以沿海还是要沿防这海水倒灌 而至于台风架 许多地方首长的评估标准是降雨 我们下一张来看到这一张影响最剧烈 就能大概来猜一下 这地方首长明后两天 有没有可能再放假 以今天来讲 这个外围环流影响 你看到花东地区的降雨依旧是持续的 而且稍早之前 迎封面尤其是花东地区 台东地区的金风食欲量35毫米 花莲副里也有33毫米 这样的渐先雨势会一直来 而到了今晚之后 逐渐靠见过程 感受上是中南部先感受到比较明显的降雨 而花东地区的降雨依旧是持续的 至于北台湾则是今天已经开始起风了 那么明天北台湾的雨也会越来越多 那么受到明天 中心已经要开始通过的影响 所以北台湾的雨 受到这样的一个环流 这样逆时振转的影响 迎封面的雨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明显 所以说礼拜四在放假这件事情 恐怕考验着地方首长 看起来几率是相当高的 因为各地的降雨都不小 但是要留意 大家可能还在敲碗说 礼拜五还会继续放吗 你看到明天晚上 看起来中南部已经逐渐转干了 那么北台湾降雨 受到迎风明的影响 还是持续发生 但是这时候就考验着 这北部的地方首长 究竟要不要就这样的雨量 来判断以及风力 以及灾情等等 来判断有没有必要 再继续放台风架 以上是这节的台风最新 好 赶快来关心山陀台风最新动态 我们看到它带来的风雨 已经在部分地区传出了灾情 当然现在的好消息是 它持续的减弱当中 但麻烦的是它的速度还真的很慢 到底对台湾的影响还会有几天呢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舒立 好了 温华各位观众朋友 秋天的台风果然诡诀多变 而且捉摸不定 像山陀儿台风就是一个非常典型 而且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代表 这山陀儿台风本来在等的就是一个北方的系统来导引它 不然一直到现在它实在走得太慢了 过去这三个小时我们最新的消息看到的是 它几乎又是呈现在一个原地滞留打转的一个情况 好了 现在北边的系统下来了 那么但是因为山陀儿台风原地滞留 这段时间以来已经开始受到北边的干空气 还有台湾地形的影响 再加上海温现在也不是那么高 不能够再支持它了 所以它的强度从昨天的下半天晚上到现在 只持续在减弱当中 也因为它的强度减弱了 所以变成北边的系统 现在想拉它也拉不动了 所以北边系统走了之后 接下来山陀儿台风就会变成一个像是孤儿一样 慢慢的缓步的朝台湾前进 甚至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持续的在减弱 下来山陀儿台风就会变成一个像是孤儿一样的